5点20分内来关心天气 我是吴宣彤 今天一整天跟昨天的天气 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 在昨天的时候台北的高温 可能都只有20度出头 但是到今天已经来到了22 23度 而明天天气状态也跟今天差不多 甚至还会更暖 我们来看到在整体的降雨分布来讲 其实全台湾的雨会越来越少 在礼拜二之前 而在温度的表现上面 日夜温差是大的 早晚比较凉 但是白天的时候温度升温很快 像是在北部高温升级 有机会来到32度 而在中部 南部 花东地区的山区 近山区也都有可能出现 34到35度以上的高温 所以明天确实有机会 会发布高温资讯 提醒大家要做好这防晒的工作 同时在明天早上的时候 也要留意在西班部地区 可能会有一些低云货物 影响到能见度的状况 开车要注意安全 再来我们关心未来一周的温度趋势图 基本上礼拜二天气是暖的 但是很快到礼拜三降温幅度很大 但是礼拜三还不是最冷的时间 因为礼拜四的时候 冷气团 强烈大陆冷气团才要发威 到时候北部的温度可能低于11度以下 提醒大家冬天的外套还不要这么急着收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是越来越冷的过程 甚至一直到礼拜六的时候都还是冷的 到了礼拜六的下半天 礼拜日温度才会逐渐的回升回稳 再加上礼拜四湿冷 礼拜五也是湿冷 所以感受上会更加的不舒服 再来大家也关心降雨的分布 我们可以看到在礼拜二之前 全台的雨都相对比较少 可能因为吹南风吹西南风的关系 在南高平地区会有部分的零星短暂雨 但是这个雨其实也不会下的时间很长 下的量也不会到特别的多 但是到了礼拜三的时候 你就需要注意了 因为有封面通过 同时还伴随着一些滑南水汽的移入 所以全台各地的雨相对都是比较多的 记好礼拜四的时候是最湿冷的 到了礼拜五雨会稍微的缓和 但整体上还是多 到了礼拜六雨是会再进一步的减缓 所以提醒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你要出门的话 最好都还是记得 把你的雨具给携带上是比较保险 同时呢 这个衣服也要穿得厚一点 到时候这暖暖包 还是要持续的拿出来 而在这冷空气增强的情况之下 沿海的风浪也会变强 提醒海上活动都要特别留意 以上是这节气象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